最近流行什么底妆 看女明星就知道 清一色的薄透光泽无妆感 最近刚好收到了一大堆礼盒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些礼盒搭配着一些产品 教你们花一个夏日螺杆清净妆 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 清爽的妆前 它会让你的皮肤有光泽感 都不用担心吸收不了 先把这些脸部的重度瑕疵区域抹一抹 你想要保留遮瑕的原有妆态 你就最好用干的美妆感 遮瑕进来就不要遮到你的睫毛根部了 不然的话很假 它这个遮瑕挺好用的 就是干巴的美妆当中可以推拍 而且没有粉感 遮瑕遮完之后脸都无瑕了 这个气垫呢我在泰国去买的 很有光泽的无粉感 遮瑕也很好 不用担心卡粉 遮瑕完之后你的皮肤就可以立马呈现那种透亮感 我每次用它我就觉得自己好贵 自己嫁到 清透的妆容的精髓就是不要有粉体 尽可能去用一些液体或者是膏体的东西 越湿越好 一边烫一边硬 要不是透亮吗 重点来了 粉泡和刷纸到底怎么行 因为我们今天的妆容是清透 所以必须要用刷纸 这种就是可以保留你的肌肤光泽感 但如果你用粉泡的话会压得很实 点一下机械的地方用粉泡 或者用手指处理一下就没了 泡眉毛的第一步呢 一定要先把你毛发根部的这些液体 扎扎 疏透 疏干净 诶 这不就是扎了吗 被我疏出来了 稍微把眉尾拉长一丢丢 女生的需求呢 尽可能用这种冲散一点的刷纸 打出来的阴影呢是那种透一点的 柔和很多 千斤妆的重点 全脸都不能有一个很明显的色块 所以呢我们尽量去选择毛肠的 从中间的位置打 慢慢散开很自然很透 口红之前呢可以先把你的唇色盖一盖 最好用手点进去 我偏爱的朋友 点最唇部中腰 这样的一个下月楼板千斤妆就出来了 用你们的话来说的就是月经都会显气色 上眼睛也很人的 他其实喜欢火地面妆呢很快闷了